这个呢是我的女朋友 对我们俩最近刚刚确认关系 好够奖 陈珍是很勇敢的阳光 你颠覆有无限可能的那个女孩 而且她的脑回路还蛮惊奇的 你为什么叹气啊 我拍这个戏来打到老园 总有一个人在叹气 然后一个人在开心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阳光 但是心思也很细腻 她身上总是散发这一种 积极向上 快乐的一种 再有点自恋 你暗恋我 自恋我觉得这点我也是不否认的 赞 很像老爷爷 就是透露出了这个人特别豁达 我的特别的痛痛 她们俩够年轻 她们离嘴角的人 都非常的接近 这种女心 人钱拿上大价示范公式 我给你爸为了你上学付出多少 租这么个破房子 我就愿意离你学校近一点 让你专心学习吗 神尘的压力 从来都不是一根东西压垮的 我不为了你的考上好大学吗 让人出去啊 你走吧 混蛋 就是所有的焦虑点和转折点 万万没想到被累积在了 同一个时刻出现的爆发 郑雨昕平时特别阳光 然后是个小网红 但她其实并没有朋友 并没有家人 可以去跟她聊一些她自己 一些心理话 去倾诉一些心理的事 到最后一个人就在角落里 摸摸了夫妻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变得更勇敢 其实这个故事 对于我来讲 其实就是两个孩子 对于他们未来的思考 他们彼此给对方带来的朋友 给了对方陪伴 到后来我释怀 我过这道坑 我长大了 郑雨昕很棒很勇敢 她的青春挺与众不同的 她很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管是自己的梦想 还是自己的感情 她可能中间有过迷茫 但她一直都从来没有去质疑过 去怀疑过 她很坚定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这个电影去呈现 不管你现在什么年龄 什么年纪 努力地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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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